今天带着这件作品来回家看看 我身边这件作品是我古允街的南大门 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南天门 其实它的制作的灵感来源于深厚的建筑 它是南海子公园北大门的一个牌楼 一般我们常见的牌楼 其实它都是单排柱子的结构 然后让人看上去会稍微有点单薄 但是在这件建筑它是很新颖的 一个双排柱子的结构 立体感会比较强 然后我这件作品灵感就是来源于它 积木原创搭建是近些年新兴的一个行业 如今在不少公共场所 都能见到这种大型的积木搭建作品 而能用单个零件自行设计 搭建出一件大型完整作品的人 就被称为积木原创搭建师 耿磊就是小有名气的一位 这个空间是我做的一个小展厅 这第一个房间就是我放个人作品和官方套装的一个空间 这个柜子是我做古运街 算是我的代表作吧 专门为它定制的一个柜子 在父母眼里 耿磊是个从小动手能力就很强的孩子 对于一些可以拆拆细细的玩具 尤其喜爱 耿磊就是从小就喜欢这些东西 拼拼搭搭的 拼搭做积木 大了之后也爱设计这些东西 他小时候反正动手能力比较强 他两三岁就开始会用剪刀 耿磊自由动手能力强的原因 也许是因为家传 他的爷爷就是一位职业的手艺人 他爷爷是算细木工 那时候木工分特别细 实际上最早学徒学的是象牙雕刻 手艺挺好的 而且我在家我也爱鼓搭点东西 就这么说吧 结婚的家具全是我自己做的 刚上学那会儿 他爷爷有一个手表 爷爷说我这都不走了 耿磊他自己他就敢给打开 打开不知道怎么鼓搭鼓搭又走了 爷爷特别高兴 从初中开始 耿磊不再满足于拆拆谢谢 他开始接触模型制作 在少年宫的一次比赛中 他制作的一艘仿着木质帆船 一举夺冠 它的原材料就是木条 如果仔细看 能看出一根一根木条 大概每根木条有这个 就纯身这么长吧 它是用白松木的 白松木的特性 就是它比较容易握出弧度来 它有一定的韧性 先把这个龙骨插出来 然后再把这木条去泡这个 那会儿还有这个暖水瓶 泡到水壶里边 泡热水泡软 之后拿出来 再拿电烙铁 把它这个烫出这个弧度 再去贴在这个龙骨的外面 一层一层一根一根的 把它这个船的这个外表 把它贴出来 大学毕业后 耿磊做过网络工程师 也做过职业摄影师 但他最大的兴趣爱好 还是搭建积木模型 他甚至会自制零件 把极难寻到的绝版模型 搭建出来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我做过一个亚路机 但是亚路机有一个零件 是一个大的那个 像滚筒一样的东西 没有这个零件 当时我就想了个什么办法呢 我从这个网上买了一件 那个PVC的水管 然后但是PVC的水管 它是白色的 我自己家里有没有 这个喷涂喷漆这个条件 然后我就又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买那个黑色的贴纸 等于滚了一圈 再把边缘给它窝进去 等于贴了一个黑色的滚筒 这种感觉出来 然后里面塞进了一个 就是成品的那个轮胎 就是积木的那个轮胎 它正好能卡住 这个滚筒就这么就来了 等于是自己DIY了一个零件 就觉得乐趣还是非常的大的 而且这样做出东西 就更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这个零件只有你自己有 越做越有乐趣 越做越有成就感 随着在模型圈子里的 名气越来越大 搭积木占用了耿磊 越来越多的业余时间 为了完成一件作品 他甚至会在早上五点起床 在上班之前先拼上三个小时 2019年 耿磊决定辞去公职 全身心投入到 原创积木搭建这件事上来 当时也是决定把这个比较高的收入 比较稳定的一个工作把它辞掉了 和一个好朋友做这个商业展览 当时我们也是比较成功地做了两次这种商展 两次展做的都不错 但是后来比较不凑巧了 就是疫情来了 也是没办法 没法继续再做下去线下实体展了 因为办展览就是去参观的人 他卖门票你这位收入 基本上连那投资都拿不回来 就等于是失败了 第一次成为 那一年展览虽然没有赚到钱 但是呢就是还是很叫好叫做的 虽然是可能靠这个门票 想收回我们的投入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到现在也没有觉得 我那一年是虚度了去荒废了 虽然第一次创业失败了 但是耿磊在圈子内的影响力却大开了 没过太长时间 就有厂家专门找到他定制了专属作品 就连国际知名的品牌 也开始跟他合作一些 展出专用的大型作品 不用再为生计发愁的耿磊 很快又重新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并推出了一系列的作品 我团队是我自己 其实也是我的一个代表作 它名字叫做《古运街》 它是一个系列作品 一共是有十个主体建筑 每个建筑其实它是没有原型的 都是我脑子里边 可能对一些不同建筑风格的一些印象 把它实体化了 像这种比较英伦风的这种 还有这个玛雅的命 这种融合到一起的 反正各种风格的建筑吧 正是这套《古运街》系列 耿磊第一次尝试了 用中国元素进行创作 第一件做真正的中国元素作品 就是我《古运街》的 大概是第三件作品 起了个名字叫《听云阁》 就是上面是蓝色屋顶 然后中间的是红色柱子 加上金色的窗户 最下面是灰色的一个底座 从配色角度来说 我自己非常满意的 这么一件中式的作品 当《古运街》系列 接近尾声的时候 耿磊遇到了每一位创作者 几乎都会遇到的大麻烦 当你做到第七个 第八个的时候 因为我想每一个建筑 风格都不一样 但是做了几个之后 因为我本身就不是学建筑的 我可能它的脑子里存货 就有点枯竭了 所以到后期的时候 选什么颜色 选什么风格 其实是比一开始要难很多的 每当创作止步不前的时候 耿磊都会 因为是身为老北京 老有一个做四合院的情怀 有点科幻的感觉 色彩很斑斓 然后这个建筑风格 它又不是很中式 这就是大门 一般大门都不在正中间的位置 它都会偏向一边一点 这是老北京四合院的一个特点 这个大门 其实我还做了类似的石狮子 但是看上去有两个小机器人 就是它的复原四合院 应该有的东西 然后过来之后 这就是一个比较狭长的前院 前院的墙壁 我还用了一些集装箱板的零件 还有一些小信箱的零件 做墙壁的装饰 然后下面这个地砖 也都做了这个花砖的这种效果的这种处理 然后这个垂花门这个门也先打开 然后往里边走的就是内院 但只有前半部分这个内院 然后这边是这个西厢房 还做了一些这个太阳能板的这种感觉 就加入一些现代元素吧 它的整体的结构是中式结构 但是它的外里面这个风格又不是中式风格 又是一种融合的感觉 然后外边这点的是我加了一个现代元素 就加了一个车库 还是这个卷帘门设计的 可以停三辆这个私家车 然后我在做这个车库的这个 外墙壁的时候啊 还用了一个小心思 它斑驳的砖墙的时候呢 我加了一些透明件 就是当你做一个作品啊 它当中可能有两种明显不同的风格的时候 放到一起 你会觉得有点不伦不类 到底是哪一种呢 但如果你要是二十种不同的风格 放到一起 它反而就同意了 除了日常创作 耿磊还会经常光顾玩具店 收集各种时下最流行和最新奇的零件 汽车的风档 这属于特殊件 也可以买一些 它这种很大型的零件 这特别不适合装备 因为它一杯里面放不了几个 然后你看这个胡萝卜 然后这个绿的是那个胡萝卜鹰子 大家组合到一起 就是一个完整的小胡萝卜 或是你想做个农场 可以多买一些 像这种基本上你买一杯 也是够一辈子用 一杯手摇奶茶 现在耿磊家中 仅仅是没有搭建的零件 就有将近五十万块 因为工作室只有一个人 为了让他更专注于创作 家中的长辈隔三差五 就会帮他整理一次零件 他那会儿还说呢 您老说我这是玩拆 我现在是不是吃上这碗饭了 他喜欢的东西 基本上能到极致 这是我这么认为 如果想要一个好的作品 完成度高的作品的话 是好多东西是不能凑合 不能妥协的 严谨的一种匠人精神 还有就是要博学 就是很多的这个 很多就一件作品 他说他体现出来 你的知识面 他不是单一的一个知识面 要注意积累 很多东西 你要把它印在脑子里 想做一件好的作品 真的不是这个一朝一夕 能够做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